大家好 歡迎回到這個星期的 EV窮車極速巴士忍系列 這個星期主要是圍繞著兩個字 退役 不知為什麼 一踏入2021年2月開始 就準備好多巴士、鐵路之類的舊東西都準備退役 所以這一集都跟大家高呼一下 究竟在這兩個星期內 香港的交通界有什麼會即將消失 又或者有什麼不會消失 所以今集的主題就要圍繞著這兩個字 首先先去第一宗新聞 第一宗新聞 果然我們上一集講完之後 今集就馬上出來了 沒錯 港鐵出了Tender 出售舊柴油動力工程機車 即是現在放了紅暗貨場的幾部車 主要是因為這幾部的美製柴油機車 沒有安裝到新的信路系統 也都在港鐵來說連時已高 所以出Tender就將以二手架賣走 如果你看一張Tender 其實就是四部 即是賣掉了 也都不會有所謂的流用 或者歷史價值存在 都是一般港鐵的做法 預計澳洲方面或者美國方面 都會有買家 對這一批保養得尚算良好的柴油動力機車 是會有意圖的 因為很簡單的就是 當地很多礦場 很多貨運 都依然擁有傳統的柴油動力機車 對於他們來說 維修方面 亦非得知熟路 價錢亦都比起一部新的機車 會便宜很多 所以一個成本套上面 礦場就會很喜歡買這些機車 所以亦都不愁沒有買家 真是捉這四部的工程機車 可以在另一個國家裏面 繼續發光發熱 接著就到巴士了 一代名車 trident 98現在只剩下一部 就是ATL392 據聞行車證會在4月戒滿 即是如果大家想搭一款 這麼經典的12米巴士的話 相信就要佈住 九龍灣廠的線 例如西貢線之類的東西 相信他在餘下的日子 都會繼續在92 這些路線 繼續發光發熱 最後一部 ATL ATL都講一講歷史給大家聽 他都叫做全香港第一款 雙層的 輪椅巴士 低地台巴士 就不是第一部 但設有輪椅斜板 也都叫做第一款 用ALX500的阿歷山大車身的 一款經典巴士 對於香港進入低地圖 或者超時代巴士系列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開端 所以 Trydon 經歷過由1997年到現在 終於要畫上一個巨號 都值得保留 當然 九巴士也保留了 他們自己第一部的ATR 但是 認證過他之後經過了改良 那部原型車和之後的車 其實都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 這一款車 大家如果想搭的 就真的要盡快 好 下一個 當年 小弟在搭中 初中的年代 好幸好幸 在71K裡面 就看到這款巴士 ATE 想不到 那時候小時候的 暫身來到的巴士 來到現在這個世代 就已經開始退役了 頭十部的ATE 也都已經退役了 這款叫鐵甲威龍的巴士 當時就是 超級舒適 也超級有巴士味的 非常粗獷 外型 也很帥 裡面的玫瑰花椅 也非常之好 積極留意一下 那些 在廢車場裡面 衍生出來的手工店 看看 接下來會不會有 玫瑰花椅版本的 Office 轉轉椅子 值得買的 OK 想不到ATE 這麼快就開始退役了 相當可惜 一代名車 也即將報入它的黃昏 也是當年 九巴的新車革命 其中一款 也開始退役了 第一代 後面的路線箱 就放在上面的傳統設計 之後用到第二代車身 就落到車窗下面 也都叫做 同一個型號裡面 有一個小改進的 變革的一款巴士 希望ATE 在這幾年推役之後 九巴會進入多些新款的巴士 去取代 令到香港的巴士界 就更加百花齊放 好 下一個 AVW 另一款當年 和ATE 並駕齊驅來到 一款就硬斑斑 一款就圓滑滑 那 AVW AVW1 據聞之前有一次巴士意外 之後 就 九巴曾經有想過不做的 但是 最後還是做了 現在也 復出變成員工的專線 用員工接送車 這部車 會在3月18號 倒排 相信也不會再續 AVW 也會成為 另一款開始退越的巴士 下一個 這個大家可能會比較 覺得奇怪些 但我又不奇怪的 新青年這款巴士 新大宇山巴士 買了很多 想不到最近全部都還給了 煞廠 我感覺有些像 當年勝利異形被棄用的時候 原因是因為客量不夠 大家都知道 現在自由行 全部停了 東沖 那些OLED 經常要靠自由行 或者景點都靠自由行 新大宇山巴士公司 現在最大的問題 在於什麼呢 在於那條團赤公路 進去之後 那些需要大籌載量的車 反而這些短的Cuttle Bus 或者這些單層巴士 其實那個所謂的需求不大 新青年本身的維修問題 以及零件的問題 亦都存在了一段時間 所以這一段時間 新大宇山巴士公司 將它撥回廠 感覺是當年 未到死期的雞車 被人趕了入爛 究竟這群青年 會不會被人肢解呢 這也會成為了 巴士迷即將會觀看的一個觀點 即管看看這群大陸車 還有沒有命 翻出來 好了 退了這麼多車 剛才9技 會有什麼車接棒呢 就是V6X 沒錯 繼續都是12.8米的長Wolfo B8L 埃及車身版 都好的 進入多些埃及車身版Wolfo 再加上G3的V8 再加上大inch 充斥了市場大量的ATL 相信都會成為香港巴士 未來的三個最熟悉的面孔 好 另一些開心事 說到退役 一些退役了很久的巴士 最近都出回來神運 包括了這一款 AV 不是說色情 AV 為何叫AV A是解 Air Conditioner V是解 AV 當年Volfo Olympian 11米 想不到 巴士民留下了一部白板 嘩 當年大家坐這些車 又舒服又舒適又快 留下一代名車 非常之好 我自己覺得 AV 非常實際 亦都是因為香港路段的關係 由12米變11米的其中產物 亦都成為了當年主力路線的車輛 相當具有意義 留下一部都非常之出色 最近入了大嶼山都光光圈 這件事都非常之經典 好 另外這一部呢 我覺得超厲害 這一部阿Steve 都可以聽一下 我覺得 阿Steve 這一個故事要跟你說 我覺得 有一集窮車極速 我們不是說刀城駕武的 是啊 你不是推咪影 是啊 這一部車 就是刀城駕武的車 啊 沒錯 他已經走35年 現在還在走啊 嘩 當年中巴賣了給新巴 新巴再賣了給N-size bus N-size bus 拿來英國那裡做觀光試驗 然後因為英國的廢氣問題 把這部車再賣去寶加利 轉了那麼多手啊 轉了四手 是 而這部就是中巴的ML62 而到目前為止 依然服役中 都是這個樣子 沒錯 嘩 35年 好厲害 超厲害 超厲害 所以為什麼我 要你展銷的影片都看 就是那時候跟你說 不是樓的 都城駕武的車 真的非常非常之耐用 你想想 一部巴士 專型巴士 理論上行18年而已 是 保留行得最 以中巴那時候 這樣操車 有很多人會說 喂 不是啊 我保留巴士都 走很多年 都是四十幾年 倫敦巴士 不是這樣走 喂 留意啊 香港巴士是停在站 五分鐘再開下一班 然後一天走十幾轉 英國巴士不是啊 英國巴士走完一轉 起碼都有一個多小時休息 或者半個小時休息 甚至乎 氣候問題 嗯 香港是很濕的 英國很乾的 嗯 但是你留意一下 都城駕武這部車 當年天天夜夜行 112的打仗車 天天頂閘 因為理論上 那陣都會彎的了 應該會 應該會 那條尾牙 還要是坦克尾牙 那些坦克尾牙 那麼小的 是 留意 三十五年 依然健在 還要是經常滿載出車 還要經歷過 你留意一下 保加利亞 英格 那 香港啊 大哥 所以再說一次 都城駕武的東西 非常非常耐用 所以大家留意了 港鐵接下來退役那些烏鷹頭 即是港島線那些列車 究竟會不會有這些國家 侯住呢 我覺得絕對有機會 因為都城駕武實在太耐用太耐用了 那當然了 由於太耐用的關係 他的公司也都很難些生產品打得到市場 所以當初就是這樣玩完 嗯 所以非常非常之厲害的一部巴士 大家如果去到保加利亞 即是遲些開關了 有機會去到保加利亞 嘗試找一下老朋友 相信依然非常健康的健在 那大家職工看看 好了下一個 那珠海有鬼電車停駛 那就走了三年 一個對比 珠海那一部 有鬼電車伸速速 走三年就退役 都城駕武 走三十五年都不退役 好了再說 珠海電車的設計 大家看不看好像 很像樣子 跟千九是一模一樣樣的 頭基本上 那所以這一款抄回來的輕軌 抄的設計 走了三年就要拆了 當初起了幾十億 結果原來沒有客 那所以這些工程真的 唉 沒話好說 那相當可惜了 下一個 成巴飛磚再戰港鐵接播 這單簡單一點 就是上一次我們講過 港鐵就找了這個 觀中巴士幫手 就走這個K16 那條接播路線 就是以前 或者K15 那就 由這個旺角火車站 就去到航空火車站 那但是呢 這一次就不租觀中 就租了成巴飛磚 所以復古顏色的ATE 也都有機會 繼續做這個港鐵的接播 那順帶一提的單新聞 今天的新聞主要都是圍繞著 退役這兩個字 那 但是想不到 還有中巴是 在這個世界上 依然健在 依然服務著的 那 保加利亞好東西 識貨 和在東城教務 那絕對絕對 值得欣賞的一件事情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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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巴士輪回來 就未必那麼密 因為都要儲點資料 才跟大家分享 那下次即管回來 和大家看看 香港巴士界 就是在這個 period裡面 會發生什麼事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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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